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著在這一節裡面 我們要介紹的是適應線性元件 基本上它是感知機的另外一種延伸 它也是屬於單層的類神經網路 它與感知機最大的不同是 在轉移函數方面 它不再採用hard limit 而是用peerlin的方式來處理 另外它的學習方法也與感知機不同 它是利用很有名的學習方法 我們稱之為最小學習平方法 透過這個方法 它可以很迅速地來進行物件的分類 接著就讓我們來學習 適應性元件的一些內容 適應性線性元件簡稱ADLine 以及它的學習規則 最小平均平方演算法解稱LMS 是在1960年代由Vidro跟Hoff所提出來的 ADLine跟感知機都有一個同樣的限制 因為它們是單層的神經網路 因此它們只能解決線性可分離的問題 適應線性元件與感知機最主要的差別是轉移函數 適應線性元件的轉移函數是peerlin 而不是印限制器 這使得適應線性元件的輸出可以是任何的數值 而感知機的輸出只限制在不是1就是0 或者是不是1就是-1 適應線性元件使用VidroHoff學習規則 也稱之為最小平均平方規則 簡稱LMS 它的目的是要訓練 權重 使得比感知機能夠達到更快的收斂速度 以及更高的精準度 適應線性元件的主要目的是要近似 適應線性的函數能夠進行形態的識別 感知機的訓練目的是要減少分類的誤差 而適應線性元件的目的是要減少 介於目標與適應線性元件輸出之間的平均平方誤差 適應線性元件也適合用來作為適應性的濾波器 預測器 模型識別器以及控制器 適應線性元件的模型如下屠左式 最左邊的是輸入訊號P 而N代表是網路輸入訊號 適應線性元件的轉移函數 采用的是PULIN 而適應線性元件的輸出A會等於PULIN of WP加上B W指的是權重 P是輸入訊號 而B則為偏壓 適應線性元件使用線性轉移函數 稱之為PULIN 左圖為線性轉移函數的符號 右圖為線性轉移函數的函數關係 也就是適應線性元件的輸出A會等於PULIN N是網路的輸入訊號 也就是網路輸入訊號N會等於適應線性元件的輸出訊號A 適應線性元件是一種單層的線性網路 左圖為適應線性元件的類神經網路架構圖 它會等效於右側的單層線性網路的方塊圖 其中R表示在輸入項量裡面元素的個數 S則為類神經元的個數 接著介紹LMS學習規則 也就是Widrow-Hoff學習規則 定義目標函數F等於 誤差的平方除上2 也就是目標值減掉 神經網路的輸出值A的平方除上2 也就是T-K減掉W-K乘上P-K減掉B-K的平方除上2 其中K代表的是DK的運算 而WB則代表權重以及偏壓 為了為了求得F函數的最小值 因此計算T度如下 P-F-P-W-S-R會等於P-F-P-A乘上P-A乘上P-W-S-R 而P-F-P-K乘上P-R會等於P-F-P-A乘上P-A乘上P-A乘上P-B-S 同樣的P-F-P-A乘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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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S 而权重以及偏压则沿着负的梯度的方向进行更新 所以 WSR会等于 WSR加上ETA乘上ES乘上PR 而 BS会等于 BS加上ETA乘上ES 其中ETA我们称之为学习速率 它决定了每一个布局的长度 通常ETA的值是从0到1之间 若写成向量矩阵的形式 则新的权重W加1会等于旧的权重W加上 学习速率ETA乘上误差E 而新的偏压B加1会等于旧的偏压B加上学习速率ETA乘上误差E 若适应线性元件的偏压被移除 也就是偏压等于0 则适应线性元件变成一个线性联想器 也就是类神经网络的输出A会等于N N会等于W乘上P 因此输出的分量Ai会等于Sigma J等于1到R WiJ乘上PJ 其中WiJ代表是权重的分量 而PJ则为输入讯号的分量 联想器的任务是学习Q对的输入输出向量P1T1P2T2一直到PQTQ 也就是如果网络接收一个输入P等于PQ 那么它应该能够产生一个输出A会等于TQ 若一条图处两侧的神经元同时被激化 则图处也就是权重的强度将会增大 如果一个正的输入PJ会产生一个正的输出Ai 则应该增加权重WiJ的值 Hab学习规则分成监督式的学习 也就是新的权重会等于旧的权重加上α乘上TIQ乘上PJQ 若写成矩阵的形式就是新的权重W会等于旧的权重加上TQ乘上PQ的转置 这边令α等于1 而非监督式的学习则为新的权重会等于旧的权重 加上α乘上FofAiQ乘上GofPJQ 也可以改写成新的权重会等于旧的权重加上α乘上AiQ乘上PJQ 若初始权重等于0 则监督式的Hab学习规则 可以写成新的权重W会等于T1乘上P1的转置 加上T2乘上P2的转置 一直加到TQ乘上PQ的转置 可以改写成T1、T2一直到TQ乘上P1的转置 P2的转置一直到PQ的转置 也就是大T乘上P乘上P的转置 其中大T会等于T1、TQ一直到TQ的向量 而大P则会等于P1、P2一直到PQ的向量 假设输入向量PQ是正规化的正交 则PQ的转置乘上PK会等于1或者是0 当Q等于K的时候其值为1 当Q不等于K的时候其值为0 如果将PK输入到网路 则网路的输出可计算如下 A会等于W乘上PK 而W等于Sigma Q等于1到大Q TQ乘上PQ的转置 再乘上PK 由于PQ是一个正规化的向量 因此PQ的转置乘上PK会等于1 当Q等于K的时候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A会等于TK 也就是HAPP学习规则会产生正确的输出 当输入向量是单位向量 但彼此之间没有正交的时候 则A会等于W乘上PK 会等于Sigma Q等于1到大Q TQ乘上PQ的转置乘上PK 由于没有正交 因此当Q不等于K的时候 PQ的转置乘上PK不会等于0 而产生了误差 这个误差的大小将依赖于 输入讯号之间彼此的关系 接下来举输入向量为正交 交的范例 P1等于0.5-0.5-0.5-0.5的向量 而T1等于1-1的向量 P2是0.5-0.5-0.5-0.5 T2等于11的向量 则权重会等于大T乘上大P的转置 而相成的结果又会等于100-1,01-10 而将训练好的权重乘上输入向量P1 得到结果是1-1 训练好的权重W乘上P2得到的结果是E1 都会刚好等于我们的目标输输值 因此误差是等于0 接着我们看输入向量彼此之间不是正交的情形 P1等于0.5774-0.5774-0.5774的向量 T1则等于-1 而P2等于0.5774-0.5774-0.5774-T2等于正1 则权重W会等于大T乘上大P的转置 结果会等于0 1.547 0 因此将训练好的权重W乘上输入向量P1 得到的结果是-0.8932 同样的将W乘上P2得到的结果是0.8932 这两个结果都不等于我们的目标值T1以及T2 因此产生了些微的误差 当输入向量不是正交的时候 Hab规则会产生误差 因此接下来我们介绍利用反矩阵来减少误差 当输入是PQ的时候 则线性联想系的输出为AQ 定义性能指标为误差等于Sigma Q等于1到大Q TQ减掉WPQ的平方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选择权重矩阵W使得这个误差函数为最小 由于性能指标误差可写成大T减掉权重乘上输入向量大P的平方 其中大T等于T1T2一直到TQ的向量 大P是P1P2一直到PQ的向量 如果P矩阵有反矩阵的话 则权重可以选择大T乘上P的反矩阵 则我们的误差就会等于0 若P不存在任何反矩阵 则使性能指标误差为最小的权重函数 可以根据线性代数中的反反矩阵规则 也就是大W会等于大T乘上P+,其中P+,称之为反反矩阵 会等于P的转制乘上P的反矩阵乘上P的转制 假设P1等于1-1-1,T1等于-1,而P2等于1-1,T2等于1 则P的转制会等于1-1-1,E1-1 所以P的反矩阵会等于P+,会等于P的转制乘上P的反矩阵乘上P的转制 而权重W会等于大T乘上P+,会等于010 因此当输入为P1的时候 网络的输出WP1会等于-1,这个结果与目标值T1是一致的 当输入为P2的时候,网络输出为WP2等于-1 这个结果也与目标值T2是一致的 接着我们针对线性适应元件来做总结 首先我们介绍了ADA-LINE网络,也就是适应线性元件的原理 那适应线性元件基本上它也是一种单层的类神经网络 它只有输入层跟输出层,它是没有隐藏层的 同时我们也学习到ADA-LINE网络的模型包含了转移函数权重以及偏压 尤其它的转移函数是利用P0-LINE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与感知机是很大的不同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导了Vizal-Hoff学习的规则 Vizal-Hoff学习规则又称之为LMS演算法 也就是最小平方误差演算法 这个演算法里面,它利用目标函数的误差 以及最斗梯度法来进行权重的更新 那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它在目前深度学习里面是很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那接着我们也介绍了线性联想器的模型 它与ADA-LINE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偏压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记忆的学习 那同时我们也介绍了线性联想器 它所对应的HAB学习规则 那HAB学习规则又可以分成监督式的学习规则 与非监督式的学习规则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总结 这一节的总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